欢迎来到美厅 内心阴暗的人一开口三句话就暴露了趁早绝交 有人说说话是与人交往的第一道名片 很多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 但有时通过聊聊术语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人品 内心阳光为人正直的人 说话很有分寸有情商 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内心阴暗虚与尾仪的人 说话尖酸刻薄及讽刺 让人感觉芒刺在背 人际关系的远近 除了人品的加持 更在于是否掌握说话之道 言由心声 语为心静 内心阴暗的人 常常会说这三句话趁早绝交 一 容易嫉妒他人的成功 爱说酸话 网上有个热门问题 爱说酸话 总嫉妒身边朋友的人 究竟是什么心理 其中有个高赞回答说 这种心理 其实源于人与人之间 无一时的竞争关系 根源是自我私欲 没有得到满足 尤其是和他人出现明显差距时 这种心理表现最为明显 关系越亲密 极度越直接 而首当其冲 是从言语攻击开始 有句话精准刻画了这种关系的内涵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这种人性的阴暗面 不仅伤害别人 更会伤害内好自己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引发了很大争议 一个漂亮姑娘 开着一辆价值不菲的车 而拍摄者坐在后座 偷拍姑娘开的车 然后文案写道 坐在刚毕业大学同学的车上 心里百般滋味 或许长得漂亮的人 就是比我们这种拼命的人 更容易成功吧 而且视频打着颜值等于财富 努力比不过漂亮等阴阳怪气的标签 将朋友的成功完全归结于外表 同时又不忘表达自己内心的不甘和怨恨 一句话暴露出他内心善度的一面 视频初中 可能是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同情 满足自己的不如意 可谁知评论翻了车 网友认为 博主酸言酸语 恶意揣夺朋友 这种行为代表他内心阴暗 人品不行 这样的人干什么都会失败 视频上了热门 高赞评论都希望被拍的女孩 一定要看到这个视频 早点认清拍摄者的真面目 趁早和这种人绝交 卡奈基说过 极度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其根源是因他人胜过自己而产生的记恨心理 人际关系里 要正确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差距 最忌认用酸言酸语去诋毁诽谤他人 当一个人总是喜欢在背后议论你 到处引导散布你的负面谣言 这样的人 在你落魄时 通常也会是最开心的那个 平时一定不要与其深交 二 做错事 很难真诚地为错误道歉 我们常说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做错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迫于一些压力 做出妥协 这些表面之错 内心很难真诚道歉的人 一定不可深交 顾语说 态度表里不一的人 必然所非纯良之人 连真正认清自己 承认错误都做不到 更难奢望在一段关系中 真诚对待他人 无论和谁交往 一定不要和伪善 表里不一的人往来 前段时间 网上有个新闻 地铁女生造谣农民大叔偷拍 其中事件中的女生 就是典型的 做错事百般狡辩 推托责任的人 当她发现没有被偷拍后 丝毫没感觉到自己做错 在初次和解的情况下 发小作文网报大叔 事件持续发酵后 大叔家人报警 要求他公开道歉 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和客观事实 他发表了一篇道歉信 可就是这篇道歉信 再一次引燃了网友的怒火 道歉文下边 他精选了一条评论 别骂了 别骂了 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当事人都原谅了 网友还跳什么脚 在网友看来 这篇评论就是他真正的心声 似乎在说 我都道歉了 你们怎么还能揪着不放 差不多得了 这条评论显得道歉文 更是敷衍 可笑 他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和对前途的担忧 才被迫道歉 如果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不会在双方和解后 在网上带节奏 给大叔贴猥琐老头的标签 做错事了 真诚道歉是必须且低位的 如果妄图用心怀鬼胎带节奏 利用自身话语权优势 损人来利己 那么必定会遭到反噬 事情升级后 为了前途不受影响 他在派出所哭着向大叔道歉 虽不知道眼泪中有几分真心 但这个结局 我们只能说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生活中遇到这类人 一定要擦亮眼睛 早点远离实为上策 三 与人相处 很喜欢马后炮 古语有言 多下及时语 少放马后炮 这句话从某种角度来说 道出了人际关系往来的真相 当朋友发生事情的时候 最直接的方法 是想办法去帮忙解决 而不是处理过程中 不见你建言献策 等事情解决后 跳出来指手画脚 对于这种不见血中送炭 只知伤口撒盐的人 我们一定要留个心眼 不可深交 生活中这类例子 比比皆是 你看你 我就知道会这样 现在后悔了吧 明显那样做更好 你非得这样 我看你吃大亏才能清醒 想当初你听我劝 现在也不会这么惨 真是的 博主小张 讲过他们公司有个老同事 就是这种人 平时团队策划方案 需要大家建言献策的时候 他都不怎么发言 总说都行 都可以 等到方案出了问题 老板问责的时候 他却喜欢跳出来 做事后诸葛亮 在老板眼前说 我早感觉这样不能做 风险太大 但他们想创新 早知道就按我说的来 这样一来 年轻同事总是受罚挨骂 而他却可以全身而退 每当策划方案做得好 受到上级奖励时 首当其冲 在老板面前邀功的也是他 时间一长 有能力有想法的人 都不愿意和他同对 慢慢他在公司被边缘化 最终被辞退 我们说 这个世界谁都不是傻子 以心换心的情意最重要 任何关系 不仅要能锦上添花 更要能雪中送炭 这样才能长久而稳定 但千人千面 若遇到爱耍心机 爱做事后诸葛的虚伪之人 要懂得早点远离 作家刘振云说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 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成年人的社交是一门功课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面临考验 和什么样的人该交 远离什么样的人都考验我们的智商和情商 懂得说话之道 内心充满阳光 拥有正直善良的人品 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远 如遇到以上三种内心阴暗的人 我们要趁早远离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